伊朗亮出高超音速导弹 六分多钟就能达到以色列了 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的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在它的航天部队最新的成果展上 展出了一种名为 法塔赫2的国产高超音速导弹 同时呢 被展出的还有很多的 像移动防御系统 防空系统 各类无人机 等伊朗自行研制的高技术武器装备 根据伊朗方面的报道 这种法塔赫2高超音速导弹 它配备的是双级固体燃料发动机 最大射程达到1400公里以上 最大速度可以达到13到15马赫 命中误差也可以控制在30米之内 也就是说 这种导弹要不了7分钟时间 就能从伊朗境内达到以色列 而且打得还挺准 按照伊朗公布的这些导弹的性能数据 和它的外形特征 这导弹可称得上是相当厉害 首先它叫速度快 13马赫以上 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的匕首等高超音速导弹 飞行速度也就是10马赫左右 这伊朗的导弹能达到13马赫 就这速度目前世界上 还基本上拦不住它 然后呢叫突防能力强 在伊朗公布的画面中 这种导弹采用的是 类似沉波体的弹头气动外形 自打咱们的东风时期啊 在阅兵式上公开亮相之后啊 这种导弹 沉波体弹头外形 已经被很多国家模仿 采用了 伊朗呢 这回也跟上这个潮流了 伊朗人公布这个画面的潜台词啊 就是它或许也具备 类似于咱们这种水漂弹道的性能 拦不住它 再有一个就是射程远 1400公里以上 这以色列还有美国驻中东的各个军事基地 可都是在这1400公里的射程范围内啊 说了这些性能 那就得说说伊朗人在这个时间界点 突然亮出这种高性能高超音速导弹的目的 它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 实话说啊 目前看这个导弹是不是真的就像伊朗人自己所说的那样 具备那么高的性能参数等等 目前还不能确定 但伊朗人亮相这种导弹 本身就是在传递一种非常清晰明确的战略威慑 这种战略威慑啊 首先它是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 美国人现在不是调了两艘航母到中东吗 来应对巴以冲突吗 其中一艘埃森哈维尔号的航母战斗群 现在就在伊朗的家门口 目的不就是来震慑伊朗的吗 现在伊朗人来了一个反威慑 高超音速导弹 你美国航母看着怎么对付吧 抗用现在网络上的一级流行用语啊 就是我亮出这个东西 请问阁下你怎么应对 同时呢 它还是针对以色列 之前啊 伊朗发展核设施 以色列就一直在那叫嚣 说会动用武力 派战机来轰炸 现在伊朗这个高超音速导弹 就是在告诉以色列人 你的飞机不一定能飞得过来打到我 但是我的高超音速导弹 一定能打到你 就算你有什么舰势反导系统 它能拦得住高超音速导弹吗 它能拦得住 沉波体弹头的导弹吗 再一个就是这次 伊朗人公布的时机了 目前巴以冲突 正在激烈的进行中 伊朗支持的抵抗之乎 各支武装力量 都与美军 还有以色列军队 正在发生实质交互 从黎巴嫩的珍珠党民兵 再到伊拉克的民兵 再到叙利亚境内的武装派别 再到也门的胡塞武装 他们不都是跟美军和以色列军队 已经发生实质交互了吗 而他们的背后 其实都是伊朗 现在伊朗就是用高超音速导弹的亮相 在发出一个信号 一方面是在威慑美国以色列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在为这些武装力量支持打击 这轮巴以冲突到现在 伊朗虽然还没有直接武力介入 但是它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斗争 已经摆热化了